如果這個世界上兩個人抓棋 一個就照抓我們現在的棋例 一個他的帳就可以過河的 每次就走兩步的 你都是規規矩矩這樣跟他抓 而是抓夠十年 你真的這樣抓 你就是個傻仔 你就是個白痴 捍衛權利拆動新民主運動 全民起義打造五區公投 大家好 今晚在直播室有近民之李嘉豪和我 我是林宇洋 終於來到最後階段 還有不夠十個小時 全港近五百個票站就會開門 大家今晚應該都應該放鬆些心情 準備迎至五月十六號的內落 我知道電腦旁邊我都聽眾 觀眾都很期待明天 無論是甚麼心情都好 你都可以打來二八九二七八九九 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跟我們三個一起分享一下 嘉豪 你好 你好 宇洋 明天是歷史性時刻 是歷史性的 所以我想聽眾或觀眾 其實心情都有很多種 有些很緊張 有些很忐忌 有些很感動 有些就不知道在想甚麼 因為已經做了太多事情 近你是甚麼心情 你又似遠還近 似近還遠那種人 我想都是忐忌那種 為甚麼 你的忐忌是來自 不知道會是甚麼結果 這次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賭博 完全是訴諸於香港選民自己決定的 對 而這些賭博 通常都可以猜 但基本上 現在到這一刻都難猜 就算你中庭要出了數字出來 但毓民已經說了 他永遠都不相信這些數字 的確 香港做這些票站調查也好 或者之前的訪問也好 有時都真的未必準 因為他投不投他也未必有時候 或者說說假話 有時候香港人比較狡猾 他未必這樣跟你說 所以你到最後那一刻都不知道 爆辯報 還有你不知道曾蔭權效應有多大的 是 這個是最後爆出來的 家豪呢 你自己呢 你自己相對上是比較理性一點 你覺得 這個 不是 不過我覺得 起碼 今次我覺得 唯一有件事比較可惜的 我還記得 大家最初爭辯 應不應該搞這個 五區公投的時候 無論是 我們怎樣有說服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 你問公社兩黨 都是說 如果大家 五個議員辭職五區的 會拿很多國際傳媒的關注 第一次又真的 但一路一直下來 你也知道 無論是政府也好 甚至是腹筋淡化 這些公投的時候 老實說 過去大家這幾個月 又真的見到 到這一刻為止 國際輿論 又真的 沒什麼再怎樣說 那真是很期待 明天 如果香港人真的好像七一 那樣 有些勁抽的爆波效應出來的時候 希望可以拿到國際傳媒的關注 但最初 大家說想拿國際傳媒關注 做這件事 就不是太成功的 過去這段時間 我想唯一 希望可以引起國際傳媒的注意 就是明天看看投票率 turn out的人數有多少 我想就是直接成為國際新聞的標題 因為我記得當年 說回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在03年七一遊行的時候 我不是在香港 當時我在英國 當我在英國的報紙看的時候 他說香港有五十萬人上街的時候 五十萬人 我可以馬上數到有多少零 你什麼猜都猜不到 我希望同一個狀況 會在明天 無論是香港的報紙 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傳媒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一個驚人的數字 因為這段我特別關心 就是外國的傳媒的報導 就算連BBC 他們本土Radio 4 最近做了一個專題 都沒有提公投的 其實他們講到香港 這麼多內部的情況 都沒有提的時候 就是希望明天有一場好戲 即是大家 你還講得及 即是你還可以 明天早上還多拔幾個人去喝茶 拉人去投票 一起投票 即是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出來 要不然你不爆波 真是陰功 阿近阿余陽真的被人笑到臉紅 現在的細局 西方傳媒要搞到 槍林彈宇 他們才會跑來報導 可能覺得泰國才夠搶眼 即是是 你現在跟香港 香港人 今天我還看到 我眼睛都睹了 我看到南華早報 今天在他們A3版 說昨天公社兩黨造勢大會 有什麼理由 我昨天聽到的氣勢 聲勢看到 都不止 他說 即是說 昨天只有700人 昨天只有700人 在百週年紀念公見 應該怎樣都不止 因為昨天 三千人我覺得都是有 沒有誇張到 700人 不知道他們怎樣數出來 但起碼大家關心 就是突然 不同傳媒的報導 就算 你們都明天傾籌而出 明天就是 不如說明天之前 不過說明天 對不起我 好像不太靈禮 說明天之前 我們先說今晚 其實今晚 剛剛是 一個多小時前 都發生了一些事情 因為我 馬草黎和萬必 就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這個記者招待會 就以人網的身份 和slash 一起從錢銀出發 這個節目的身份出發 其實主要 就講了三點 就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關於 今天我們 我 我自己睡醒得知的消息 就是有一班 中堅社會人分子 就是FM101 他們就去 追擊商臺的節目 而最後得到一個 暫時的結局 就是被警方 控告行為不檢 就是根據報導 就著這件事 我們覺得 我們都應該回應一下 或者是 想說回我們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想 追擊這個舉動 就由上個星期開始揭幕 我們點起了一個藥忍 就引發到很多 在思想上 志同道合的朋友 加入了 因為除了一些社運的中堅分子之外 他們很有經驗 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在我們 這個星期發展的過程裏 其實我們看到 和感覺得到 甚至乎真的收到很多回應 就是很多人想加入這個追擊行動 甚至乎有些是很小的 說的是18歲以下 所以我們必須要跟他們說 就是 如果你是選擇 就是參與我們的追擊行動也好 又或者你自發性去一個追擊行動的時候 你都要必須想清楚 就是你有可能面對的後果 還有當然就是 你要顧及你的人身安全 也都要顧及對方的人身安全 就是各個人的人身安全很重要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傳媒 我們有責任去說一次 以及呼籲一次 就是一些想追擊 自發性去追擊的朋友 他們要小心行動 另外一件事 我們就要重申 我們香港人網 就是以互聯網 作為一個平台的傳媒 我們所有做的事情 都會在合法以內的範圍 在法律容許的範圍之內 所以當我們早前 其實剛剛那個星期四 我聽港台的一個節目 就是邵家俊的節目 他訪問了葛佩帆 和另一個民建聯議員的時候 葛佩帆就形容上一個禮拜 我們的追擊行動 是有追車 和爬頭等等的字眼去形容我們的舉動 我們就覺得我們要譴責他的說法 因為我們覺得他在說謊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追過車 亦都沒有爬過頭 因為我們要知道他去哪裏 那你沒有爬過頭 我爬過頭 我又不是要攔截他 我不是要拘捕他 我為什麼要攔截他 這有常識都會明白 還有追車 如果你不快的話 我們根本不用追 我們都在合理的情況之下 大家看回很多真實的片段 拍了出來的片段 其實大家都是一個安全車速行 如果他不快的話 我們都不會快 我們都必須要稱讚對方的司機 就是幫他們開車的司機 他真的在一個很安全 合法性的車速下行駛 這個我們聽到一些有份外景的朋友 他們告訴我們 即是不能追不追 不能追 根本我們甚至乎是想過 他會不會在紅燈 轉燈之前 即是綠燈轉紅燈之前 就丟進去 我們都想過這些 但他們都沒有做過 我們變成我們 其實說真的 有什麼追過 其實用追這個字 已經比多了 我們只是在他後面跟著 可能他的博士 在Greenrich 可能Greenrich 那些車開得比較慢一點 可能他用相比之下 就是追車 可能你們開的速度 其實 還是用Greenrich 還是應該用巴基斯坦 我已經不知道 不是巴基斯坦讀的 哈哈哈哈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 那個學校在哪裏 所以這個必須是我們要澄清的 家學現在是巴基斯坦 現在是巴基斯坦 很想過他的網頁 OK 那那個網頁 是用巴基斯坦文寫的 即是阿拉伯文寫的 不是 我去過了 不過他是.pk 他的網站是.pk 哈哈哈哈 你見到一些巴基斯坦裔的人 都在上課 是啊 很過癮 OK 好啊